新疆被广州队骗了 没有李延哲广州队依然能击败全明星中锋杨汉森 广州队和郭世强配合瞒天过海 只要郭世强再就能复制出无数个李延哲 新疆队觉得自己捡到了宝 李延哲的内线统治力值千万转会费 殊不知这背后是广州队和郭世强做的一个局 郭世强之前表示 没有了李延哲广州队 相当于没有了双拳 暗示广州队进攻已经废了 这直接拔高李延哲的价值 把李延哲包装成CBA未来的韩德军 绝对是一件价值连城的孤品 独一无二 殊不知这是广州队提高球员身价回笼资金的一场好戏 就等你新疆队开高价 等到新疆队买到李延哲后 首场比赛25分经验 世人更是大肆宣传自己眼光独到 随后崔永熙身价也水涨船高 广州队一副穷困潦倒 卖而卖女还债的样子 引来多支球队好奇心 都以为广州队今后将一蹶不振 就带领广州大胜倾倒 焦国桥得到23分九篮板 打爆全明星首发中锋杨汉森的11分 原来广州队的核心价值是郭世强 他就相当于一个球星孵化器 不停地在复制优秀球员 包括韩德军 郭爱伦 李延哲 焦国桥 未来还会培养更多的明星球员 新疆队买的仅仅是一个复制品 只要郭世强在广州队 就还会培养出更多的明星球员 更多的李延哲将会持续量产 再经过广州队炒作卖上价钱 让球队扭亏为赢 只要不卖郭世强 今后这样的球员新疆队 想要多少有多少